有 那個奴才回來了嗎? 怎麼你的臉色都變壞了? 你很怕他嗎? 那個奴才似著皇上的重行 連我也不放在眼內 我一看下去就知道他不是好人 皇上見到他,有甚麼反應? 皇兄見到他也不知多開心 但在書房裡神神秘秘的 好像還拿著一本黃色的書 一看到我就藏起來了 是不是四十二章經? 是不是經書我就不知道了 我後來就快教我的武功吧 好,我教你武功也行 不過你要替我做一件事 好 audio 鼓雙 是誰? 是, 大膽怒懲, 你進來月書房 想討人嗎? 你做我的人才告狀? 鬼鬼祟祟躲在屏風下面 你才是賊 你這麼頂盡我? 上次你用這塊東西扔穿我的頭 現在我就要用這塊東西 扔穿你的頭 你不衰 公主, 你也敢打 甚麼?打吧, 打吧, 打吧 你想怎麼樣? 想怎麼樣?現在我抓了你 要你跟我一起練一招功夫 知道功夫叫甚麼嗎? 我不知道 諸葛亮火燒藤甲兵 是呀 你不要走 我不會藤甲的 衣服都是一樣的 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走 你這麼壞 不, 我看見你 好熱 好熱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你不是死了嗎? 死了我就死了 你怎麼回事? 你不要死 我保你大, 拜託你醒醒 怎麼樣? 咬起來了 你咬起來了 不死, 死太強, 病太強, 不死太強 死女包, 殺小包, 鹹肉包, 豬肉包 有個彈去做小 做小得下 你又是那個癮 好, 讓我滿足你, 你這麼喜歡吧? 死不死, 死了 起來, 讓我滿足你 別打臉了, 我後知道解釋不了 好, 不打了, 收拾了 我也不想跟你玩 甚麼? 明天就玩過 明天就算了 甚麼明天就算了? 你看看你, 弄得我一隻狗狗 不是, 你知道嗎? 在太監這麼多示威裡面 你最有性格了 最喜歡你, 所以你陪我玩 是呀... 記住, 飛錢不散 是呀 委副總管, 你回來了 我們等也不見你還要回大教講大話 委副總管志行必然大有修學 是呀 別說了, 委副總管, 你... 蘇大人, 你... 又是那個? 一個雨曬, 一個硬曬 我們可謂爛兄爛弟 我來看看 別看了, 你看看 沒有玉孫 我和你拍甚麼玉孫 硬曬的 硬曬嗎? 公主, 武藝高強, 我不夠他打 就由他吧 武藝高強, 你不夠他打 你不敢還手就真的 你幹甚麼? 請收奴才為徒, 傳授弟子武功 你拜我為師嗎? 師父武功高強, 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樣也未必 不是未必, 是真的 師父, 你根本不用出手 只要說一聲, 誰都要死 好, 我就收你為徒 師父在上 弟子委小母就是你開山大弟子 起來吧 人來 後見皇上, 起來吧 起來 老財該死… 你不該死, 我想你一百兩銀 你出去吧 謝謝皇上 接著 你馬上去接他 免得有外觀之馬 師父我是識弟子, 真是無微不至 是 你拜我為師 千萬不能立院出去說 如果讓我知道你到處招搖 我身為掌門的 會廢你武功, 逐你出師門 知道嗎? 弟子一定聽從師父的教導 好, 公主燒了你的頭髮 算是天意 你頭型這麼好, 正在做和尚 我不做和尚, 我甚麼都做 我不做和尚 你上清涼子, 服侍我父皇不好嗎? 服侍老皇爺大子當然願意 但是要做和尚, 我... 我捨不得你 我捨不得你 師父, 別哭了 好了...算了, 這件事遲些再算 來吧, 好不好... 那好吧 快點去接她 用我做和尚, 穿衣服了 貴公公, 公主有請 公主, 貴公公大道 好, 你先出去吧 沒有我吩咐不准進來 是 公主, 吉祥 關門吧, 關門 我吩咐不准進去 小桂子 你不要叫我 我今天沒精神, 不想打 不打就不打, 聽你聽說 來吧 我做公主已經做了十多年了 做得這麼悶 不如今天反過來, 來 你做主人, 我做奴才 我服侍你 你不要搞我, 我沒有這樣福氣 要你不肯我大聲喊, 說你打我 你怎麼說怎麼好 我首先服侍你, 跟著安寢 不要...我不想睡 像大腿一樣 來吧 又挺舒服 很老床, 打得舒服 非常舒服 謝謝主人誇張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打背, 你上床吧 來吧 上床嗎?來 好 來吧 差一個麗春園的上等上房 舒服嗎? 舒服, 非常舒服 放棄後駕駛 走 糟了, 放棄後駕駛, 怎麼樣? 你們倆進去哪裡了? 等著, 別出來 快點 光天白人, 回門幹甚麼? 好, 我剛好想睡 為甚麼你臉色這麼難看? 不知道為甚麼 這麼難為甚麼特別累 你先出去 是 是 母后, 我今天剛剛想扮男子 讓你看看扮男子應不應俊 是嗎? 是 那我就要看床上的那個 母后 我最喜歡的小太監, 你不要殺我 以後再讓我見到你公主鬼魂 你一定要… 是… 慢著, 啟動 轉著臉 甚麼不是你? 不是我… 是我…我叫他躺在那裡 不關他事 你跟我出去 好 出去 你穿著鞋我就可以了 還不出去 天堂有勞你不走, 地獄無門 你闖進我 今天你對公主無禮, 不要怨我 姑娘… 這件事你怎麼得回來的? 甚麼?你叫他做事?這個是五龍寧 你不認得嗎?大膽 是… 見五龍寧, 如見教主親臨 洪教主先福永享, 授予天齊 是, 洪教主先福永享, 授予天齊 你聽不聽我號令? 謹進吩咐 我是本教新任白龍寺 鳳鴻教主之名, 出掌五龍寧 屬下參見白龍寺 先前屬下, 你知道白龍寺身份 多多得罪, 望穿是大人, 風雲大量 先前屬下, 所做的一切實在罪歸萬死 望穿是大人, 大人有大量 口福無窮, 口福無窮 好, 見你知錯 去到姑且搖說你一次, 起來吧 是 我是奉教主吩咐 取經之事, 一切由我辦理 此處非談話之所 請尊氏大人以駕馳宁長談 尊氏, 請喝心湯 有三十粒, 雪心玉前苑 乃是朝鮮國的貢品 伏後強身健體, 百毒不侵 真的這麼好? 請尊氏帶二十粒回去 轉成教主及夫人 其餘十粒請尊氏自服 算是熟限一點心意 那就謝謝了 不知道這些苑和炮胎葉根苑有沒有衝撞 一點也沒有衝撞 恭喜尊氏和教主恩致炮胎葉根苑 對了, 不知道教主 有沒有託尊氏你帶我今年的解藥來呢? 今年的解藥? 你和我都服了炮胎葉根苑 當然不會由我帶來 不過教主說 只要你盡忠教主, 努力辦事 教主不會虧待你的 是, 教主恩重如山 屬下萬死難報 永不家父 豈不是皇上? 太后帶了偉大人去慈玲宮 什麼事? 參見皇上 跟我來 來吧 幸好你這個皇帝師父來得快 不是我這個弟子 看來沒機會再見到你了 那個老賤人真是毒辣的 他問你什麼? 他問我這麼久去了哪裡? 那你怎麼說? 我想老王爺的事 提也不能提 你知道我又不說謊 一時之間我叫我怎麼回答 他問那麼多事 突然我情急置身了 我就說皇上派了我去南部找寶物 對, 你知道我怎麼騙他嗎? 我說你去廣東幫他尋寧方妙藥 這樣說也挺合理的 你不說謊真的難為你了 你知道嗎? 剛才我想他如果不放你走 我就馬上跟他翻臉了 師父對弟子恩重如山 弟子粉身難報 你服侍父皇就算報答了我 是 我現在就有另一件事要你去辦 你帶這道尚禦去少林寺 我要你辦的事 尚禦裡面寫得一清二楚 到處知識賊 我現在就升你官 升你為曉棄形正王旗副刀童 是正義品大官 你現在是漢人, 我就賜你為... 為滿洲人 你爺爺好像不像赤滿洲人 謝皇上 我會下一道尚禦 報知文武百官 說你其實不是太監 真名叫做偉小寶 為了擒拿奧拜才假扮太監 明白嗎?明白 是, 你點齊兵馬, 明祖出京 是 老公, 白老師... 能否運到進皇宮? 有沒有查到經書下落 皇宮我運進去了 經書之事稍有眉目 我們甚麼時候動手 是呀 不用這麼急, 慢慢等候消息 是呀 你站在這裡幹甚麼? 上面讓我關門 行 相公有甚麼吩咐? 湘兒, 明天你就假裝小子 在山洞口等我隨軍隊出發 你不是為甚麼? 相公吩咐的話一定是理由的 湘兒跟著去做就一定沒有錯 你真乖, 先握一口 誰 是我 王兄要你擲包袱走人嗎? 又是你 溫和氣然, 難道是說玩的嗎? 他又沒有話給王兄 所以要你去衝軍 是呀, 一天就是你 我不用, 我不讓你去 是呀 皇上的命令, 我們怎麼這麼抵抗 我不管, 你去哪裡 我都要跟著你去 我現在就去求王兄 原來佛祖, 客觀世音菩薩 凱大夫, 找鄉主 你們通通要保佑我 千萬不要讓他跟著我去 不是我死給你看 至少我們再放十處八處鄉給你們 來吧 怎麼了? 我要跟小鬼子走 你知道他去哪裡嗎? 我不管, 他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胡鬧, 你為甚麼要對他這麼好? 他聽我說 又肯讓我罵又肯讓我打 你讓我去吧, 最多我以後都聽你的話 怎麼了? 不快避開了, 見了姓嗎? 站住 好,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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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聰明吧? 我告訴你, 如果以後你再碰我的經書 我不僅罵你這麼簡單, 給我回來 小鬼子... 好可怕 等人家就這樣走 真的有這種事嗎? 據探子回報 吳應雄的確還沒有返回雲南 在京城附近 曾經多次發現他的行蹤 潛伏京城, 必有所同 行了, 你要加緊調查 吳令熊有甚麼動靜 馬上回來向朕報告 遵旨 看分寨主, 山路有大批官兵 正向王先生上來 有多少人? 打了四、五百人 爹, 會不會? 這件事我還未敢肯定 再探 是, 門舟的大紙巡視我們皇屋派 沒那麼容易, 我出去替他報告 偉都統, 你傳我們來 一定是宣讀皇上的物資 殺王的 哪有這回事? 關事一群兄弟沒甚麼做 會滿地, 不如倒幾手 我做了... 偉都統, 行軍之時 賭錢就好像...好像拿過的 甚麼拿過的那個是誰? 我是統帥, 你是統帥 你是統帥, 你是統帥 我說行就行 有本事, 把他拿去 又殺 算了...這招不收了 不過這招要加拳 加拳… 來…快點, 快點… 拿出來…有多少… 老大, 你們是甚麼人? 但今天這麼煩人, 不怕殺頭嗎? 你怕我們還沒怕 是呀, 姑娘 你只用刀拿著我 我也怕得要死 你怕還少? 是 姑娘叫我不少, 我不少 你這麼牙尖嘴, 你何人帶兵 滿章大字可謂氣數已盡 我已經說一買大的, 你還不開 好, 你想怎樣賭法? 還用問的 買刀賠刀, 買頭賠頭 好, 我受理 大軍在我池則有變 我不給他賭, 我死也死也不服 開 姑娘, 吹口氣 為甚麼? 沒甚麼原因 美女吹氣, 有殺無賠 閉刀筒 閉嘴, 我是刀筒, 你是刀筒 要我說幾十次 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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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好, 你買大了, 那我真是小 好, 開 開 開 小, 齊大哥喜歡拿刀進來 是... 不賠刀是嗎?不賠刀賠錢 一把刀算你一千兩 一千兩 一千兩少不少? 好, 全部拿走 是 你這個小奴才 你到底滿洲人的漢人? 你叫甚麼名字? 好, 老子就是蕭企營正王旗虎刀筒 娃娃娃娃小寶 你要賭就賭, 要殺就殺 你像大蝦小而已, 你給死衛的 看你也有英雄氣概 是嗎?師妹, 我們過幾招 好 開玩笑吧, 小寶 每次招 不行嗎?我年紀比姑娘大 我不可以大蝦小 因為我不想比死衛 你不跟我比也行 你跪出來, 替我師妹扣個響頭 這也行 這也行 男兒失下有黃金 愧下無所謂 每天跪都是這樣說的 還想上? 還想殺了他嗎?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沒事吧?你們別管我, 出去 長公, 你沒事吧? 我們已經是面包圍了 我說怎麼會有事? 老兄, 剛才你不殺我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翻本 再賭貨 你要殺就殺了, 別再跟我玩了 我不是跟你玩, 這次我做莊 如果你們賭贏就可以走 輸了, 留下人在這裡 好, 大丈夫一如四出 甚麼馬都難追 我偉小虎從來都不托人便宜 這位姑娘剛才幫過我 在色仔上面吹過口氣 你不用賭, 你就可以走了 不行, 我們同門要同生共死 好, 有義氣 姐姐, 由你和我一個人賭 如果你們賭贏了就可以走 輸了, 留下人頭在這裡 師妹, 那個雜星 你先走了… 師妹, 生死又靜, 放膽一口 師妹, 生死又靜 放膽一口 你大丈夫貪心怕死 師妹摘死之前你不反對 我們黃屋派沒有理中人 黃屋派?黃屋派很流行嗎? 我最多離開黃屋派 對, 姓袁的, 從現在開始 你不是黃屋派的門了 姓袁那個是嗎?過來 你姓袁嗎? 是... 袁甚麼水? 在下叫袁二方 其實你應該改名叫袁芳 袁芳 袁芳?袁芳好嗎?大人 沒有, 你這麼沒義氣 叫我義氣把屁嗎? 黃屋派所有的都是英雄好漢 這位袁芳...不是, 袁蛋 反正都不是黃屋派了 以後所做的一切 與黃屋派互不相干 來, 準備走 是 我跟這幾個朋友喝一杯 一會兒無論輸贏 總算是生離死別 這麼有義氣的朋友不能不交 我們不能夠跟滿州達子的人做朋友 所以見你為人好所 又尊重我們黃屋派 好, 我替你乾杯 一會兒如果我擲超過三點以上 全部人都把我砍下來 是 開 開 你想死嗎? 想死嗎? 想死嗎? 既然如此, 各位朋友請便 我言而有信, 後會有期 袁蛋, 你不能走 我? 不是誰嗎? 甚麼事?娘? 多謝你, 你可不可以送這幾顆顏色給我 沒有相關... 既然幹甚麼?既然向人家賭錢 不是, 我想留給他做紀念 好...沒問題,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針柔 針柔, 認真溫柔 姑娘... 這棵我死了 你還沒賭, 怎麼可以走的? 大人也沒有色仔, 大人不賭了吧 沒有色仔不賭可以嗎? 猜拳也是賭, 拋銅錢也是賭 你過那裡有多少兩銀? 真是猜不到 抓他又找軍長, 押樓再審 是 我有重要事趕著去辦公室 辛苦了... 不用急著走, 先談心吧 我也沒話跟你說 我有話跟你說 你真的要跟我說嗎? 不過要找一個靜點的地方 因為這裡風大, 過來... 我要趕回到黃岳山 這麼急?你師兄也去了這麼遠 所以我就要追回他們 我們後會有期了 到山寨了, 我要回去了 不, 請我喝杯水 我義父佛人最討厭滿清酒狗 他說見一個殺一個 他不是這麼說的 他見到我了 有勞弟之間, 拜見黃將軍 你說老夫逐步前身 一時未能決定 遲些老夫定當前往雲南 拜見黃將軍 到時再共襄大事 好, 小雀父子靜候戒陰 後會有期, 不送 師徒發來的死路鬼擺明送不給我們 小王爺, 說怕小心點 提防隔場有意 我用怕死路鬼嗎? 楊先生, 你認識他們嗎? 不是, 免得被人接到這個意思 你剛才說的 沒有, 剛才沒甚麼事了 你先回去吧 我突然想起我還有些事要做 我要回去做 先回去吧, 明天再見 大膽反賊 夜闖軍爺該當何罪, 你自己說 大人開恩, 不關小人的事 去黃屋派的道路謀作反 小人忠於大聲 今天就跟黃屋派一刀兩斷 氣暗投名, 大人 混帳 我問你該當何罪, 你說氣暗投名? 打 是 要命, 別打, 要命 要甚麼? 住手 是 你還敢胡亂說話? 不敢了... 好, 我來問你 黃屋山上究竟有多少人? 有...有四、五百人 連家爺仔和姨媽姑姐 有...有四、五千人 混帳, 九千... 把四千、五千分開來說 是呀...四千加五千 九千, 九千大人 真是九千? 是呀... 這些大膽反賊會說真話話 說九千, 起碼有一萬九千 快說, 有多少人 說了...有三萬多人... 這就差不多了 那這三萬多人 是不是吳三貴的舊部下? 是呀... 那黃屋山的首領司徒伯雷 是不是吳三貴以前的手下大將? 是呀... 那今天有甚麼人找過司徒伯雷? 是什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吳英雄, 吳三貴的兒子 是不是? 吳英雄去找司徒伯雷 一定是共襄大計, 起兵作反 反抗清庭, 是嗎? 好...好像是吧? 好像是吧? 是呀...不是呀...是不是想打... 打...不要打, 說呀... 是呀... 師徒伯雷勾結吳三貴, 圖謀裝犯 大人 這次你死了, 你也聽到了 吳三貴認真夠膽 竟然勾結叛黨, 反抗清庭 你們倆, 替我滴他出去 錄下他的口供 連夜趕路送上皇宮, 向皇上啟奏 是, 大人 大人, 要命嗎? 大人, 要命嗎? 大人, 甚麼都說了, 大人 齊三貴, 你這次都糟了 遇到我衛小寶, 還不煮痛你嗎? 神已經探到消息 吳英雄的確上過皇屋山 皇屋山?他上去幹甚麼? 皇屋山債主, 司徒伯雷 曾經是平西皇的副將 但是自從平西皇歸順了朝廷之後 他們就再沒有來往 這次他遣子敗山, 恐怕有所同 他居心可憑 這件事你要小心設策 遵旨 啟稟統派遣助領 帶回奏章門外求見 傳 是, 皇上 參見皇上 偉刀統是不是叫你帶奏章回來? 是 將奏章呈上 是 是 神日前途中遇賊, 率眾奮戰 生琴賊灰怨異貨 得色逆賊 吳三貴若跟皇屋派謀反 以部署就緒, 黑人氣兵 契賊完異芳現在在哪裡? 建議壓在門外 暫時收錦天龍, 等朕親手, 遵旨 賊賊 你對這件事有甚麼提案? 是 書臣直言 說 偉刀統可能誇大其詞 平西皇做事不會那麼魯莽 朕亦有同感 小寶 不過偉刀統, 皇上有物資? 立馬和我召集中示威將軍在營中接旨 招棄營, 正皇旗刀統, 毀小寶聽旨 奴才, 毀小寶接旨 朕叫你們出去笑臨子辦事 誰叫你中途多管閒事 聽信小人胡說八道, 無憾功臣 如此煉絞, 豈不令煩皇寒心 此等亂七八糟說話, 從此不許再提 若有一言一語洩漏 大家提著腦袋回京見朕霸 今此謝皇上 皇上吩咐, 你一切小心在意 謝皇上恩典, 奴才偉小寶禁擊萬分 相公, 不要這麼沒心機了 被人散到立立靈, 這次真是甚麼面子都沒有了 偉都督, 我們開了個局, 讓你們去做莊 賭, 你們只能吃賭 那我叫他們去收檔 相公, 你不要這麼勞氣 不如這樣, 我親住下廚 做兩道菜給你吃 現在吃甚麼都沒有味道 我做些紅燒扣肉, 糟柳魚片 花雕醉雞, 包你適合的 我今天沒心情, 明天再做 明天我們也到少林寺了 是, 我們去少林寺那裡 宣讀聖子之後就可以吃了 好, 請 聖子夏 露才接旨 是, 奉天成運, 皇帝照曰 少林寺法師等 心五元姬, 祖式廟裡 黑見家柔, 甲父皇姬 現封賜少林註詞悔聰 為護國幼姓蟬師 朕陰養少林佛法博大精心 知遣蕭契形正王旗副刀統 兼御前侍衛副總管 陰刺穿皇馬垮 毀小寶為朕替身 在少林寺出家為憎 遇刺盜蝶法器, 著織剃道 陰刺 謝皇上一見 偉大人, 你代替皇上出家 真是本子的時榮 是你讀錯, 你經常讀錯的 哪一句寫著? 偉大人 哪有甚麼出家為憎? 老爺也不敢收你為徒 唯有老爺, 代表才會收你為徒 你的法律就改為悔明 你知道嗎? 富字派在少林寺中 只有你和老爺兩個人 我不想和爺...我不要江流 師弟, 本字尊重是以聽國歡悔 情靜新言八個字排名的 可惜先識般情禅師 竟然在二十八年前在本子縣席 情字背的就是你的詩侄 是... 尚公? 尚爺 為甚麼你會當和尚? 皇上的燕子 我今晚吃不到你煮菜了 尚總, 不要生氣了 人家不知道尚爺是女性 不太好 出家人, 很多事要避忌 是呀... 這個小寶子守青虧戒律, 很艱難 尚公, 你別這麼生氣 如果紙那裡有人欺負你 你跟我說, 我一定跟你出氣 還是湘兒, 你好 你們倆在附近找市政屋給湘兒住 是... 湘兒, 我也不會來探望你 等等 坐下的馬, 縮肚, 請吃鳥 坐下的馬, 十幾年都學成這樣 你口水多過茶 修拳...全部給我修拳 修拳...聽不到嗎? 師叔... 師叔... 你們在練舞嗎? 請師叔你指教 當然了, 我這個師叔... 師叔祖, 師太祖祖今天來指教你們 我準備了風九三招教你們 對, 你走到一旁, 跟著我做 好 先拆下馬 第一招就是這樣 拆下馬, 把你右手放在背脊骨上 上下移動, 爬下... 做吧 爬下... 這招就叫做衰狗歪痕 現在教你第二招, 收拳 左腳向上提起, 向左邊猛踢 這招就叫做黃狗射尿 第三招, 把雙掌向前推出 然後把整個人趴在地上 最好能夠讓下巴貼到地上 前後移動 這招就叫做餓狗搶屎 移動吧, 前後移動 好, 起來 明白了嗎?明白了嗎? 有沒有人不明白? 好... 現在我講一招, 你們就做一招了 知道了嗎?先拆下馬 拆下馬 黃狗搶屎 黃狗射尿, 雖狗巧閒 黃狗搶屎, 黃狗射尿 小姐, 你看 這麼大的人, 還大不扣 還在捉活 這麼大的人還玩撲蝶 也不怕小人拍牙 小姐, 你看 雙二扣蝴蝶 小寶寶, 雙二靈 小寶寶, 雙二靈 這樣也行 死我了 死皇上, 乾天快日之下 你娘家婦女 這招就死了